元大保华经济研究院今天公布明年GDP预测为2.72% 虽然稍高于主计处的2.59% 但仍是无法保三 主要是因为全球景气温和复苏 但台湾内需力道不强 所以专家仍持保守估计 早餐店的站变贵了 土司的成本也涨了 利润越来越低 而且客人买早餐的预算也缩水了 像这位先生买个18元三明治 就打发早餐了 早餐索性省起来不吃 或者是买最便宜的15元巧克力吐司 老板娘就说景气不好 这种涂香吐司却逆势成长了两成 民众能选则选 主要就是因为景气不好 薪水又不涨 主计总处对明年经济预测是2.59% 原大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公布最新预测 也把数字从3.45%下修到2.72% 跟中研院台中院的预测一样 明年GDP都无法保三 结构性的问题像这个薪资倒退 还有这个投资不振短期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因此就是说内需是没有办法有非常令人激赏的一个表现 但是这个外需方面又面对了很多的这个风险 内需不振加上全球经济仅有温和复苏 因此台湾明年虽然经济有成长 但要达到金建会订下的目标3.2% 目前看起来恐怕是很艰巨的任务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导